大家新年好,我杨风,今天2月17号。 今天,这一期视频,还有下一期视频,非常重要。 同时,也是我们风云天下杨风时评, 阶段性地来总结拜登上任之后,对于中国的斗争路线和布局。 拜登政府上任以来,还不到一个月的时间, 但是已经积极地布局了对中国的斗争路线。 而英国在脱欧之后,也在为自己布局,希望在国际博弈的骑骑中,能够走出英国自己的一条路出来。 现在的中国,2021年的中国,将会面对英国和美国同时夹击的情况。 2月4日,英国宣布,撤销中国环球电视网CGTN的执照。 接着,北京试图与伦敦交涉,并且反击英国的BBC新闻台。 捏造了中国防控疫情的假新闻。 在北京抗议无效之后,一个星期过后,北京也采取了对等报复的原则,禁止了英国的BBC,继续在中国境内落地。 这一桩中英的风波,已经越演越烈。 表面上,英国所用的理由是环球电视网,不符合英国的规定。 但实际上,英国真正的企图是什么? 而又是谁,在幕后策划? 这两个问题,相当的复杂。 背后的动机和目的,也都不简单。 这一次事件的背后,除了是过去三年,美国与中国打贸易战,打科技战,背景之下的一个延伸。 同时,也是英国在脱污之后,试图谋划一条生存之道。 但是,英国的选择,是福,是祸,恐怕就不是英国的政治人物,所能够一厢情愿的。 去年,香港国安法的风波,不是已经过去了吗? 怎么英国又搞了一出,这么一出的大戏出来? 有人说,这是英国自己做死。 难道去年,澳大利亚被中国修理的情况,这样的前车之鉴,还不够吗? 持有这种看法的,可能小看的,英国在背后的布局,还有英国的真正目的。 另外,不要忘了,这一次的风波,背后有一个大国,在背后虎视眈眈,那就是美国。 去年下半年,北京慢慢收紧了对澳大利亚的进口。 澳大利亚的煤炭,还有农产品的,都受到了一些限制。 另外,去年11月下旬,又爆发了中澳漫画风波。 北京再一次的,让澳大利亚军人,在阿富汗的丑行,在全球面前曝光。 杨风在去年的说法是,这是北京,采取杀鸡警猴的方式,来警告美国的小弟们。 警告美国的跟从国,必须要收敛,否则的话,将会受到北京的反击和惩罚。 北京对于类似澳大利亚的反中行为,不会再容忍。 北京拿澳大利亚开刀,杀鸡警猴,难道伦敦看不到吗? 当然看得到。 英国这是心知肚明。 但是,英国为什么还是在这个时候,硬往刀骨上闯呢? 英国2020年的经济,是严重下滑,下滑了9.9%。 而在脱欧之后,英国的经济前景,更加是不看好。 如果又因为和中国互呛,而导致了中国对英国贸易制裁的话,更是得不偿失。 英国为什么这么傻? 其实,英国并不傻。 英国只是想要走出自己的一条路。 但是,在当前的国际格局中,正是中美大国博弈的时候。 一些国家,如果真的要站队,要选边站。 那么,不是选择美国,就是选择中国。 聪明一点的国家,或者说没有被逼得太紧的国家,会暂时保持中立,暂时观望。 杨风在2019年12月26日的视频,英国脱欧是制造麻烦,苏格兰勇敢的心,跟英国人争取自由独立。 在这一期视频,杨风说明了,英国脱欧,不是他们认为的,明天会更好,而是制造麻烦,制讨苦吃。 明天会更好,是多年前,台湾一首歌曲。 这是仿效的美国《We are the world》这首歌。 这首歌是集合了许多民歌星,分段合唱的歌。 原本在欧盟区里头,英国享有欧盟区单一货币体系的庞大自由贸易市场。 一旦脱欧了,英国必须要寻找另外一个大型的经济体,重新谈判自由贸易。 否则的话,就会在国际区域合作体系中被边缘化。 在这种情形之下,英国只有两个选择,第一个是美国,第二个是中国。 但是,二次世界大战以来,英国和美国的关系太密切了。 在美中贸易大战的格局之中,英国不可能两边同时讨好,同时和中美两国都保持着良好的经济关系。 英国只能够先选择一个。 去年,2020年7月,美国前国务卿蓬佩奥访问英国。 和英国详谈一番之后,蓬佩奥一离开英国,英国就宣布全面禁用华为的通讯设备。 根据杨峰的推测,蓬佩奥劝抚英国的手段。 主要有两个,一个是情报的分享,另外一个就是美英自由贸易区。 由于英国本来就是五眼联盟国家的一员,情报分享,不至于是一个问题。 主要还是美英自由贸易区的谈判。 当时英国脱欧在即,没有什么好选择的。 必须要先抱住美英自由贸易区这个救生圈。 否则的话,英国的经济将会继续下沉。 结果,大家猜猜看,有意思的很,也不意外。 英国宣布禁用华为的通讯设备之后,就加紧与美国谈判自由贸易协定。 只是,几个月下来,结果一直都不理想,双方一直都存在着分歧。 其实,英国也怪不了美国。 第一,西方国家在谈判的时候,不到逼不得已,不到最后一刻,双方都不会轻易让步。 举个例子来说,英国脱欧谈判,是直到去年底最后一刻的时候,双方才达成了协议。 英国凭什么认为,自己禁用华为的设备有功,那么美国就必须要和英国达成协议呢? 台湾的蔡英文政府,也是如此的。 以为说,只要对美国示好,听从美国的要求,放行美国莱猪进口,就可以和美国商谈自由贸易协定。 或者是,美国可以帮忙台湾加入CPTPP。 结果,拜登在上个月上任之后,美国的新财政部长叶伦,他在国会表示,对外签署新的自由贸易协定, 例如与台湾地区洽签贸易协定,并非是新政府的当务之急。 这等于是婉转的拒绝了台湾。 第二,英国过去在国际外交上,是老狐狸,算是老手了。 而美国,如果从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时候算起,也是百年的世界霸权,更是老手。 美国就是利用美英自由贸易区,这个诱饵,来迫使英国就范。 这个诱饵,就好像在牛的面前,悬着一捆草,然后诱使牛一步步的往前迈进,迈入所设好的局中。 什么局呢?就是美国反中,抗中,打压中国,由美国主导的一盘世界大棋局。 有人可能会说,英国不要再跟着美国,不就好了吗?这样,就不会越陷越深。 哪有这么容易的?英国和美国互为盟国,都已经这么长的时间了。 彼此都相知很深,而彼此的内幕也都知道了很多。要分手,没有那么容易。 老朋友分手难,而老亲人分手是更难。 英国在去年7月,选择了美国,全面弃用华为的通讯设备,就已经没有回头路了。 再回手,已经难。 英国不论是从国家安全方面来考虑,或者说美英自由贸易的经济考量。 既然去年选择了美国,那就不得不再,继续的硬撑着走下去。 这已经是一条不归路。 那么,英国在下什么棋,在唱哪一出大戏呢? 英国要唱的戏,就是在今年6月的时候,即将要举行的G7峰会。 英国在这一次,轮值G7的主席国,英国将会举办这一次的峰会。 这么大的一个舞台,能进度这么高的G7峰会, 正好是英国大显身手的集会。 其实,应该要说,这是美英两国在峰会中,唱大戏的集会。 唱哪一出戏呢? 自由民主和人权的大戏,以及对付中国的大戏。 大家还记得,去年2020年7月,除了7月中旬,蓬佩奥访问伦敦之后, 英国宣布全面禁用华为的通讯设备之外,美国对中国又发动了连续三次的紧密进攻。 7月21日,川普下令,关闭中国在美国德州休斯顿的总领事馆。 杨凤在那时候说,美国并不是要来羞辱中国,给中国难堪而已, 美国这是要布局,和中国打一场新冷战。 美国需要和中国有新冷战的气氛,有这样的氛围, 所以才制造了关闭总领事馆的外交冲突。 然后是7月23日,蓬佩奥在南加州尼克松总统图书馆发表演说, 蓬佩奥呼吁西方世界,以及美国的盟国,共同组成一个民主联盟, 来对抗中国共产政权。 然后是8月5日,美国又发动了清洁网络计划,美国向全球控诉, 中国的网络不安全,不清洁,因为中国是共产党政权。 有关这一方面的内容,杨凤有好几个视频,供大家参考, 尤其是新朋友们,可能还没有听过杨凤过去的说法。 第一个是美中新冷战游戏,美国关闭中国总领事馆, 更严重的冲突在后面,这是7月22日的视频。 美国关闭中国领事馆,背后有重大谋略,不只是为了选举, 这是7月25日的节目。 美国筹主全球民主联盟,要让中共政权更迭,这是7月28日的节目。 美国发起十字军东征中国,全球清洁网络计划, 组起了高墙,要封锁中国。 这是8月7日的节目。 我们的推理,现在又回到了美国这一边。 那么,美国去年连续三次的进攻,有没有成功呢?效果如何? 杨风的说法是,没有成功,效果不好。 为什么?因为美国的方法错误,川普的方法错误。 川普的态度不好,对盟国总是依止气死的,一副高高在上的样子。 遇到了事情,不和盟国商量,都是自己先想好了,才来告知盟国,要求盟国配合。 再说了,对于盟国来说,美国要搞民主联盟,要和中国斗争。 那是美国要维护自己的世界霸权地位。 但是,对于盟国来说,日子总是要过的,经济总是要发展。 当美国的要求来了,就配合一下子,喊一喊口号,然后又各自忙自己的事了。 这都是因为,川普莽撞,蓬佩奥莽撞,不尊重盟国的缘故。 但是,拜登不一样,民主党也不一样。 共和党做事阳刚,但是容易流于莽撞冲突。 而民主党的领导人,做事比较阴柔一些。 也就是,幕后的阴招会比较多一些,但是也会比较难缠。 杨风认为,这一次,美国透过英国的布局,比川普时期细腻得多, 北京不能够掉以轻心,以为英国的国力,也只不过比澳大利亚要强一些, 就认为好对付。 这几天,网络上也出现了这一种看法,认为英国将成为下一个澳大利亚,会被北京修理。 我们来看一看杨风的说法,证据在哪里。 2月4日,英国吊销了环球电视网的牌照之后,德国也取消了环球电视网在德国的播放。 德国的做法,是根据1989年的一项共享牌照的协议。 这个协议是由欧洲国家所签署的。 当初,环球电视网在英国获得了许可,也因此自动的在德国获得了许可,反之亦然。 所以,不要小看了英国的做法,所造成的威力。 它所造成的第二个影响是,当北京也相对取消了BBC在中国的许可。 欧洲国家却说,北京这是违反言论自由。 我们先不说,欧洲国家双重标准的问题。 就单单以这一次的事件,就可以看得出,英国是在精算之后,算到了可以利用共享牌照这个协议, 然后挑上环球电视网,予以精准的打击。 因为这样的打击,就可以将中英两国的事件,引导到言论自由的议题上来。 这样的做法,远远比澳大利亚来得老道,英国是老谋深算。 我们再做一次比较。 去年7月,美国所发起的民主联盟,共同对抗中国共产政权的做法,没有发挥什么作用。 而这一次,由英国起头,成功将争执引到了新闻自由的议题上。 又让一些欧洲国家站到英国这边。 那么,下一次,英国会不会又找到其他的议题,然后把争端引导到民主以及人权的议题上呢? 这就是杨风所说的,不能够掉以轻心的原因。 杨风在这里强调一下,自由,民主和人权, 这是西方国家的共同价值观。 我们今天的分析和推理,先不考虑西方国家的双重标准的问题。 就单单以自由,民主和人权这三项。 西方国家在这三个议题上,往往会共同行动,尤其是对欧盟国家合言。 杨风,举一些证据给大家看一看。 俄国反对派领袖纳瓦尔尼,去年8月,在缓行中发生了中毒事件。 俄国官方允许他到德国去治疗。 但是,他到了德国之后,却声称他是遭受到俄国官方的对他下毒。 俄国政府虽然否定了,纳瓦尔尼的说法,否认了他的控诉。 但是,西方国家却是支持的,欧盟国家要求俄国给一个说法,给一个交代, 否则的话,要制裁俄国。 然后,纳瓦尔尼在上个月,1月17日,从德国返回俄罗斯, 一路径就被俄国官方给收押收监。 几天之后,1月23日,俄国爆发了数千人的世卫抗议游行活动。 在莫斯科和圣彼得堡这两个城市,抗议却变成了暴力活动。 针对纳瓦尔尼被收押,德国是非常生气的。 德国威胁说,要停止北溪二号天然气工程。 北溪二号工程,在2019年12月,因为美国威胁,要制裁相关国家和公司。 所以,停工了一年。 去年2020年12月,德国宣布要重新启动北溪二号工程。 但是,过了一个月之后,就发生了纳瓦尔尼回国被收押的事件。 然后呢,北溪二号又要停工。 时间点,非常的巧妙。 2018年3月,一位前俄罗斯的间谍,和他的女儿,在英国被人毒杀。 西方国家认定是俄国人干的,要制裁俄国。 所以,这种事情是屡事不爽。 只要你碰到民主、人权这种事情。 西方国家是肯定会制裁。 没有例外。 去年北京通过香港国安法。 西方国家不会管你是什么,主权的问题。 不是制裁,就是舆论声套。 美国在自由民主和人权这方面,还可以说是有目标性,有针对性。 但是,一些欧盟国家,却自取为道德标准。 只要是一碰到了,那就变成了反射动作。 只要这些事情,不是发生在西方国家的本身。 那么,一定会制裁,或者是舆论声讨。 2015年,欧洲遭遇了二次大战以来,规模最大的难民危机。 超过百万难民涌入欧洲。 当时,有不少欧洲国家反对接受难民。 但是,德国默克尔政府,坚持着人道主义,要接受这些难民。 德国知道,接受难民这一条路,是明治山有虎,偏向虎山行。 欧盟接纳难民,造成了许多的社会问题。 也产生了许多文化上的冲突。 法国就深受其害。 英国在2016年,脱欧公投通过。 也是因为难民和移民的问题,激化了这样的结果。 所以,只要一碰到这些问题,那就是屡事不爽。 而英国却是机灵的,挑选了这样的议题。 挑动了欧盟国家的神经。 这是一条动不得的神经。 一旦挑动了,一些欧盟国家,就会机械式的反应。 自由、民主和人权,这是西方国家所标榜的价值观。 而西方国家,透过对舆论的掌控,在全球展现他们的价值观,来影响国际政治。 也从而掌控了国际政治。 那么,英国能不能够成功的,把欧盟国家拖下水,让欧洲一起来声讨中国。 下一期节目,我们将会来谈论,英国背后的美国,拜登政府,又是如何的布局,来对付北京。 上一期节目,我们谈论了台湾赵少康,重返国民党。 背后的支持者,背后的势力是谁? 我们每一次谈论台湾议题的时候,只要不是台海战争,点击率就会降低。 但是,杨风刻意地先讲台湾这个议题,就是因为,这是拜登新政府的布局。 是拜登政府上任之后,不到一个月的时间,对外政策上,三支箭的其中一支箭。 同时,下一期节目,杨风也会谈论,北京应该要什么样的做法,什么样的对策,来应对英国和美国,新一轮对付中国的手法。 请继续收看风云天下杨风时评,大家新年快乐。 祝福各位,我们下期再会!